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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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我們環島進行中呢 這一站來到了 嘉義 哇 環島進行中 來到南部之後 真的就是 地非常的大 然後區域非常的廣 所以這一次來到嘉義呢 有很多的行程 是我一直在抉擇跟取捨的 最後呢 我只好取捨了阿里山 因為呢 它等於是另外一個區域 雖然那裡很漂亮 所以這一次我們嘉義的環島進行中 會以市中心為主 今天呢 我們先來到嘉義市 我們要去快逸生活村 那明天呢 我就會鎖定去明熊 沒辦法 因為南部真的地太大了 範圍太廣了 如果要一次三天兩夜 把所有地方玩完 根本是不可能的 好啦我們快到快逸生活村了 帶大家去嘉義市走一走 來到嘉義 一定要吃火雞肉飯 還有鴨肉 OK 環島進行中 開始囉 現在目的地位於您的右側 喔 快逸生活村 就這裡耶 到了快逸生活村 原來它真的就是 太市中心的街面耶 就是很多間很多間日式建築 裡面有餐廳啊 展覽館 那我們就 隨便走一走逛一逛方 走 在一家聖咖啡 就是等一下我們會想要進去吃的 裡面有我很愛吃的雞蛋仔 還有花瓶 那因為現在人很多 我們先去走一走吧 你兩天吃三頭股喔 你兩天吃三頭股喔 乎半天吃三頭股 水夜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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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蠻可愛的 喵喵喵 本來想要去那個生咖啡 但是人吃愛太多了 我們要在這邊等七組 放棄了 所以我們就只好隨便買一個霜淇淋 坐在這裡 陰涼處 不行啦 我们想要来嘉义野餐 这个是无忧野市 是一个蛮可爱的野餐地方的 宠物友善餐厅 因为我们天气了 所以我们想说 先把这个白色或是无理 今天好好吃的东西 等下我们再试试找一个帐篷 让他们可以跑一跑 我们最后还是决定想要来这个帐篷 因为实在是太可爱了 而且还可以让他们在草原上跑一跑 只是因为现在对面有一只狗狗 其实它很乖很稳定 但是我怕我们家独独 是一个比较没有礼貌的狗狗 会冲过去 你为什么都不愿意出去 因为里面比外面凉 因为这间里面有 水冷扇还有电风扇 其实里面是 不会闷热的 所以你看它 你愿意待在里面 也不愿意出去 对不对 你出去跑跑 去 去跑跑 入中湖 喂 喂 我要回去野餐 喂 正是没有你们的啦 我只有点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小薯条 真的很有野餐的feel 但是他们在这里可以借一些道具来拍照 如果你想要有野餐懒的感觉的话 只要你点的东西在家套餐 他送餐的时候就不是托盘 就会是一个野餐懒 蛮可爱的 然后我点了一个柚子清茶 下午茶时间开始了 这个地方好可爱哦 我觉得 好多快快哦 来嘉宜一定要吃火鸡肉饭 每个人推荐的火鸡肉饭都不太一样 我也没有吃过 但我今天选择来阿里山火鸡肉饭 是我有看到一个网友推荐 吃吃看咯 我问了我主持人的朋友 他说是火鸡肉饭 人家的饭 beb聊 狀才会只能比喽 橘子腿 华都好吃哦 哈哈哈哈哈哈 我的沃南语 吃他们的饭要拌一拌才会更好吃哦 还是讲过渝好了 嘿嘿 在灰日之秋重庫房呢 其实是车库房 就是防疫车库的概念 现在印完之后呢 我要开着我的爱车 去到我今天住的车库房 一房一车库 欢迎光临今天晚上住的灰日之秋 啊 还有一个楼梯 它重库房为什么设计这么多楼梯啊 欢迎光临又住的地方 所以你们今天是住这里哦 来 你们是亲来的 很酷耶 因为它的宠物房的意思是把宠物回这里 然后人睡那里 它蛮大的啦 是不是有点讲不出来怎么形容 有种租汽车旅馆的概念吗 但是很大啦 如果你今天是大型犬的话 在这里的活动空间就很大 但是它设计这个楼梯 还有这个栅栏蛮危险的 这个啊 因为它栅栅的缝隙太大了 嘟嘟就是直接就可以从这里摔出去 所以我只好拿它们的这个维梨 来沿着这个边边 把它绑住 整了它等一下不小心摔到楼梯底下 或者从那个维梨的洞掉下去 所以如果今天你是带一个很小的小心犬 或者是这种蜡肠的话 大家要注意一下这里有一点点危险性 所以我刚发现一个很酷的地方 雪宝带我去探索 你要来看吗 这是集成观的概念 不会啦 这也很感谢啦 至少让我们来嘉义的时候有一个知名的 县城文旅集团底下有一个这样的地方 在外面出外景就是这样 下午4点半买的 我其实我发现已经晚上8点菜子吃了 热饭都变冷饭 没办法 我现在知道我会不会吃完吧 好 好饿了 开动了各位 刚刚可以跟你讲 爱辣麦 够够好吃 今天老公 今天变冷饭怎么辣 这块木好香喔 现在我们下一站要去吃 生炒鸭肉羹在新港 吃完鸭肉羹之后我们要去民修 够咯 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了 新港凤天宫最有名的 生炒鸭肉羹 来准备一下食材 然后有人会练说 这一家的鸭肉羹跟鸭肉羹 很有名的 新港凤天宫的新炒鸭肉羹 鸭肉羹 像台北人 有没有吃 鸭肉羹 我好像出家太多了 就先吃肉羹 鸭肉羹里面的主持人就是鸭肉羹 鸭肉羹 很古早味的食物 咱们可以吃肉羹 还是没有吃肉羹 我不是吃肉羹 在这家里面的 Minister 很高兴认识你 这一次嘉宜的环岛进行中 就在这些可爱的猫猫的陪伴之下 跟大家说拜拜咯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频报的话 记得按赞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那环岛进行中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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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